我的八字 乙木是樱木 可用树叶或小草来代表 它们是绿色的 因此 2025年也可成为青木蛇年 生肖年的第一天是立春 这一天是太阳记录黄道第315度的日子 也是老虎银月的第一天 在中国标准时区 立春是2025年2月3日晚上22点11分 如果婴儿在2025年2月3日之前出生 则被视为龙宝宝 如果在2025年2月3日或之后出生 则其生肖为蛇 因此 一个人的生肖与农历新年无直接关系 农历新年是阴历 而生肖是阳历 因为节气立春是根据太阳的时间来计算的 蛇是命理中的12生肖中的第6位位于生肖龙之后 蛇对应12地质的4 蛇月是阳历5月 是夏季的第一个月 也就是历夏月 蛇时辰是上午9点到11点 这是太阳即将爬升到天顶的时间 所以生肖蛇主要的五行是阳火 可比喻成太阳 因此 生肖蛇有光明磊落 大公无私 主持正义和持有远见的特质 蛇是冷血动物 它不停地吞吐的分叉蛇 以及蜿蜒的蛇形 常常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蛇常被认为不只帅 不诚实和阴险狡猾 这意味着制造诽谤 争执或诬陷的行为 其实 蛇很害羞 喜欢躲在草丛或洞穴中 传说中 蛇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龙 被贬折的龙 在中国 蛇被比喻为小龙 各种文献记载 蛇是智慧的象征 代表聪明认知 直觉领悟 和分析洞察力 蛇经常脱皮 代表更新求进 变革突破 和不断成长精进 这造就生肖蛇 成为卓越的领袖人才 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 蛇有能力 吞下一个比自己大的动物 象征着心怀大志的野心 尽管蛇没有四肢 它可以快速移动爬行 这暗示着蛇对环境的适应性 冒险精神 和执行事物的高效率 2025年 是以目四蛇年 四蛇主要含阳火柄 是太阳火烧到天空的大火 因此 青木蛇火如同杂草或野草 放在火上助燃 会快速增强火势 以阴阳五行平衡之理论 出生于寒冷冬天 八字缺火的朋友 在2025年受益良多 得天厚爱 诸实如意 火生土 八字中缺土的人在2025年 也能得贵人关怀 高人指点 自在无忧 2025年青木蛇火的火势旺极 五行的火 可以代表科学文明 人们会在科技 艺术和文化等方面 看到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可以预期 2025年 人类的生活将迎来大变动 智能电脑 AI应用 量子科技 影视传媒 智慧机器人将蓬勃发展 人们应该早日学习 和专业工作相关的AI技能 底下 我们将深入分析 生于1953 1965 1977 1989 和2001年 生肖蛇 在2025年的运程 2025年 是樱木青蛇年 樱木象征小草 花朵和树叶 木生火 助长蛇的火势 木代表你的父母 导师 教育 健康和保护 生肖蛇 玉木 代表走贵人运 逢兄化吉 遇难成祥 生肖蛇属羊火 可视为太阳 当生肖蛇 遇上另一条蛇 这象征天空中 有两个太阳 天午二日 暗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属蛇者在蛇年俗称 犯太岁 由于民间信仰 许多人认为这是 不吉利的一年 有些人在新春 回到庙宇安太岁 祈求平安和财运 其实 犯太岁 未必是不吉利的象征 回答 NVIDIA 的黄山勋 生育1963年 黑兔年 他在2023年的黑兔年 由于AI对 NVIDIA晶片的需求大增 使得他的身价暴增三倍 贺锦丽则出生于1964年 青龙年 他在2024年的青龙年 代表美国民主党 竞选美国总统 得到千万人的支持捐款 政治生涯 推向巅峰 因此 犯太岁并非不祥之相 当然 两蛇相争 其逢敌手 势均力敌 互不相让 则诸事难行 但如果两蛇合作 化敌未有 共享利益 则可创造双赢局面 因此 属蛇者在蛇年应心存善念 谦虚有理 尊重他人 生肖蛇是命理中的一马心 当两条蛇相遇 意味着两匹一马 象征着开车 出差 调职 旅游 或搬家 一马心动 预示着生活环境将有变化 变化中会比较繁忙 有些人会因此忙碌较久 生肖蛇属火 水克火 水代表你的压力 工作 事业 蛇的五星中没有水 这暗示工作压力较小 或者你对事业发展不够专注 生肖蛇 狱蛇 如同遇到兄弟 朋友 同事 或同辈群体 如果你的工作繁重 或遇到难题 你的同事或朋友会帮助你 减轻压力 因此 工作态度 应该是与同事共同学习 互相支持 如果你目前没有工作 正在寻找职位 那么 你会面临许多竞争者 所以 在职场上 不能过于悠闲 工作太轻松 不是好征兆 蛇属火 火克金 金代表你的财富 生肖蛇内 藏羊金和羊土 蛇中的羊金 代表你的收入 蛇中的羊土 代表你的才华表现 因此 生肖蛇 狱蛇是需要 运用你的聪明才智来赚钱 生肖蛇 狱蛇 象征兄弟相逢 朋友会面 彼此会交换 分享发财资讯 如果能与兄弟朋友 一起努力 经常互动 就能积累财富 否则 只能守财 蛇与蛇 能不贪婪 争夺钱财 财运也将会是平稳的 生肖蛇在蛇年 兄弟手足 朋友同事 常常聚在一起 群体聚会频繁 友谊交流热络 社交活动相对较多 人际关系兴旺 交友圈广阔 人脉发展良好 不过 由于人多口杂 意见繁多 发言时 还是要谨慎小心 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会影响到你的爱情 财运或事业运 生肖蛇与蛇 代表的是兄弟朋友的关系 而非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 因此 朋友之间的互动会增多 但并无明显的桃花运 生肖蛇属火 内含养火 火磕金 而金代表男性的女朋友或妻子 对单身男士而言 接触女性的机会 还是存在的 若想找到情投意合的女士 就需要更加努力 全力以赴 男性未婚者 可以多与属鸡者 或属猴者接触 以促进缘分 水客火 若你是女性 水代表你的男朋友或丈夫 但生肖蛇的五行中没有水 因此需要靠自己创造机会 未婚女性 可以多到海边 河边 湖畔 泳池休闲 或是到雪地 海上旅游 也可以多与属属者 属猪者 或属猴者接触 来促进桃花运 总结生肖蛇的运程 2025年蛇冲太岁 若争权夺利 输赢难定 则诸事无进展 若智慧灵敏 洞察大局 携手互助 相互呼应 则可共创美好的未来 蛇与蛇 友谊身后 人脉顺畅 两蛇相遇 集思广益 财运可期 事业虽具挑战 但潜力无限 两蛇相会 兄弟情深 爱情则淡泊如水 蛇育2025年樱幕 走贵人运 生活温馨幸福 蛇年欲太岁 行事一稍保守谨慎 在2025年 生肖蛇育蛇须 借助他人的才华 建立信任 则财运与事业 皆会有增长和突破 有兴趣查看自己八字流年 和人生起伏图者 也可我的八字网站 5d8z.com 免费领取 他需要你的生日和出生时分 感谢您的收看 祝顺心顺意 幸福吉祥 别忘记点赞 分享 留言和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